不知父皇此次乍儿臣入宫是有什么事情 雁儿 韩王妃并不喜欢你 你还是对她断了念想吧 楚夜脸色一变 立刻抬眸看了过去 那道目光有几分凉薄 竟然是带了些许质问之意 你不必怀疑 朕见了韩王妃一面 当面问的她 并且得到了这样的答案 父皇为何要问她 她并不知道儿臣的心意 儿臣也从未跟韩王妃表达过 为了让你死心 你是朕的儿子 是江山未来的继承者 你要做的是掌握育人之术 育下之术 而非儿女私情 女人 只是你功成名就之后的调剂品 并不需要给予太多的信任 更不需要相信韩王妃 她当初嫁入韩王府 用过什么手段 朕一清二楚 楚夜忽然变得静默不语 叶儿 你是做大事的人 本就该布局小节 你的目光 应该是在江山之上 在设计上 而不是在女人身上 韩王妃也好 其他女人也罢 她们最终都是你成功的赔食品 你不必相信她们 也不能相信她们 女人 是最具迷惑性的 也是最不可信的 那母妃呢 她跟谢瑶不一样 谢瑶无法跟你母妃相提并论 韩王妃是想借着治病的机会 靠近你 进而勾引你 才会使得你为了她神魂颠倒 而你的母妃 自始至终都是真心实意地 替朕着想 为朕考虑 关于你母妃的事情 朕日后 会慢慢地全都告诉你 现在你要做的 是断了对韩王妃的念想 然后把将军府的所有兵权 全部收入囊中 这才是根本 眼下正是用兵之时 你现在收了将军府的兵 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 启禀父皇 儿臣还有些要紧事情 尚未处理完毕 若无其他事情 儿臣就先告退了 去吧 谢父皇